天天话题财经专栏由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注册财务规划师范宇集团的总裁胡正果先生 胡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胡先生其实谈到这个慈善捐赠 我们经常在这个电视上面看到很多这个美国的很多的首富 经常今天捐赠这里捐赠那里 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了解的华人朋友觉得说 哇 真的是这个慈善心大发 其实这个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理财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是不是 尤其在税上 我以前讲过就是说其实在美国 除了是他本身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以外 在一个基督徒的感觉说 我们只是替神管财的 如果把神的财产管得更好是我们的责任 并不是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应该画到最极致化 第二个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政府觉得很多事情要推动 除了政府机构能做以外 剩下就是慈善机构 所以呢为了鼓励慈善机构的话 所以对慈善机构的捐赠就给予很多税上的好处 在不同的时机还有不同各种 一些做法出来 所以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方式工具可以来用 是是其实听到这个慈善捐赠 经常我们可以听到说这个各种像基金会 甚至一些信通 这个当中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工具 其实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 我认为在未来30年呢 在华人的社区里面呢 大概慈善捐赠是未来将来一个很 很热门一个很关注的一个条件了 为什么 因为在未来的30年是我们这些 来华人的移民呢 大概活得最长的一段时间 在历史上活得最长的一段时间 那活得最长会有什么差别呢 那你的资产累积是不是时间更久了 那这些传承的时候呢 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呢 我们想说我们是全 还是像以前家天下 永远留给家人呢 还是我家人留够了就好 我要leave a legacy 而且呢为我喜欢的这些机构 做点真的做一点事 甚至来讲我可以用慈善信托跟基金会呢 我可以做到世世代代照顾子孙的 也有名也做到慈善的事业 所以呢在美国在未来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根据统计在过期目前呢 美国超过两百万 两千万以上的人 过世的时候 过世的时候 大概平均大概30% 是捐给慈善机构了 其实在主流社会 很多这种东西已经做得很完全了 甚至你看很多大学的机构 很多都哪一个建筑物 都不断都是慈善机构 用慈善机构来捐的 但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 大概懂这一块的比较少 那我很希望自己做一个炮砖引玉的工作 在这一块里来做 能够如何发展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做不同的慈善捐赠 因为这一块来讲 还有一个讲 你常讲说刚刚讲富豪的事情 其实前一段时间 Warren Buffett and Bill Gates 他们说曾经提出 你有没有听过富豪要裸捐 裸捐 什么叫裸捐 当他走的时候 只留给子孙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捐到慈善机构去 好 结果呢 有一百个富豪 头一百个富豪里面 五十个出来响应 哇 出来卡明说他将来愿意这样做 这个我们华人听上去 好像有点不太不可思议 所以呢 所以他当初Bill Gates跟Warren Buffett 他已经成立到中国去 想要跟中国去谈这个事情 但是两个最大的 三个最大的因素 第一个 宗教的底子不够 以外 第二个 通常你要做慈善捐助的 长久的看法的话 除了宗教以外 还有你也没有富惯了 你知不知道你有安全感了 是 然后呢 你知道这辈子钱 你是花不完了 你才会多想做更多的捐赠 可是中国因为 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也经历过经济的情景 那这些很多有钱的人 他们当初都苦过 是 所以他还没有富惯了 对不对 但还没有富惯的时候 你要马上捐出去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快嘛 就像Bill Gates当初 年轻的时候 也是很积极赚钱 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觉得够了 钱花不完了 然后他的老婆也教他 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他还做一个 很积极的在做这一块 所以他也做得很好 第三个就是 你有没有好的配套 税上的好处 如果你没有好的 税上的好处的话 我没有办法做到 有的时候 失比受更有负 是 当你有配到的 税的好处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那你 当你抖内的捐赠 做慈善捐赠的 心就更大 所以美国这些条件 都具备了 所以在美国才有这么多 这么多 那华人里面 现在未来也是 慢慢累积财富 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会越来越多的 会想这一方面的 也会是一种趋势 对 所以我也想做一些 包装盈余的工作 是是 那么刚才像我们 再把这个话题拉回来 谈到这个具体的 慈善的捐赠 刚才您提到说 其实这个里面 工具是很多的 对 其实里面呢 基本常见的一些呢 我们有说 直接兼给 Charity 教会 或者慈善机构的话 都当年可以抵税了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说 有些像 Donner Vice Fund 或者有慈善信托 然后我有慈善基金会 这些都是工具 那这些工具 每一个工具 它的目的又都不一样 每一个工具 优缺点又不一样 所以呢 等一下我想做几个案例 给大家看看说 哪一类人适合做 哪一类的捐资 真正哪一类的话 就比较一个 更实际的了解了 是是 确实是 那么从刚才您提到说 这个具体的案例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 就像您刚才 在最开始提到的 很多华人 可能在捐赠的时候 他的这个想法 大家可能不一样 有的可能是想说 给自己有一个这个legacy 那有的可能说是 为了这个 传承自己的这个 子子孙孙 那么从您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在做慈善捐助的时候 我们首先的这个 从实际的案例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我们讲第一个案例来讲说 比如说 这个人呢 他退休了 退休金很多 是 然后呢 你当做4-1K Retirement plan放了不少 可是他有其他的收入 可是你从退休金的拿的收入的话 你将来拿钱出来 是不是都要打税 是 所以又舍不太得拿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常在 我常常在做 遗产规划演讲的时候 我说你到资产到了一个阶段 什么是留给子孙的钱 最不好的钱 就是你退休账户 花不完的钱 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张先生张太太 他退休以后 过世的时候呢 他的Retirement plan 还有200万 没花完 你知道吧 这200万 第一次先要过所得税 200万一次过所得税 重不重 很重啊 可能200只剩100了 那100以后 还要再加上 算成他的遗产 他要还再扣遗产税 那他扣遗产税了以后呢 如果在美国呢 如果他觉得他孩子 已经很有成就了 或者不需要他钱 或者他不放心 他又很疼爱他的孙子孙女 他想直接给他 孙子孙女的话 在美国还有一个 叫隔代的税 Generation skipping time 又跟遗产税率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看 200万打了所得剩100 100打了遗产剩60 60打了Generation skipping 剩36 那还不如就不用 传承下去了 所以呢 要不然你就花掉算了 要不然你就整个赌内掉 如果你把200万 直接赌内给charity的话 这200万一毛锁的税都 一战税都不用付 完全是免税的 那这200万是不是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了 是 那有些人说 那这样子的话 可是我子孙怎么办呢 是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另外一个办法是什么 那我们再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 那如果每一年 从我的退休账户 拿一部分钱出来 扣了税 剩下的钱 对不对 我们去做投资以外 你拿了income出来 扣了税以后 剩下的钱 我们可以拿 设计好的 免税的保险净托 用保险 将来保险 买一个200万 300万的保险理赔 用这个钱 去买一个保险理赔的话 将来 我人走的时候 慈善机关 拿的是什么 拿的是这个 退休金的钱 我孩子拿的是 免税的保险理赔 是不是都顾到了 是是 两千七美的 然后税也不用打了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一类的人 适不适合 像这样的 还有呢 最近也在谈了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 很多做房地产的人 或者是股票的人的话 那这些房地产 年纪大了 不想管这些房地产 或股票 也收入没有 可能税收 又想要一点收入 可是呢 比如说 我这些房产股票 我卖了的话 我还要付增值税 我不卖 又没收入 走了 又有遗产税 是 那我可不可以呢 把用什么样的 慈善信托呢 我们叫 Channel Reminder Trust CRT呢 就是说 我把这钱 捐到我的慈善 捐助信托了以后 再里面卖 因为以后就不 这个主钱就不属于我了 所以呢 我每 我当年卖的时候 我不需要付增值税 然后每一年 根据我的年龄 和我将来想留多少钱 我可以每一年 从里面拿收入 拿一辈子 拿我跟我配偶的 我太太的收入 拿一辈子 那这样我一辈子养老 一辈子收入 是不是又有指望了 是是 这个其实确实 也是很好的办法 但是我们现在这里 卖一个关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 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OK 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 赞助播出 感谢后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范宇集团的总裁 胡正国先生 胡先生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那么刚才您谈到说 这个在年纪大的时候 有一些房地产会放到这个慈善捐助的 股票当然可以 放到信托里面 放到这个慈善 我们叫CRT里面 他放进去卖了以后 他所以当年不必付增值税 每一年他跟他的配偶 还可以拿一定的收入 拿到他走为止 然后走了以后 剩下的捐掉 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我好不好 很好 对慈善机关好不好 那我的孩子呢 我也可以用一些捐赠的 抵税的金额去买一部分保险 所以孩子拿免税的保险 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大家都好 是 这也是一对 对有些高增值的资产 股票房产 甚至公司的股份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 还有呢 有一些呢 就是说 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一些房地产经济 或者一些做收入比较不稳定的 怎么这样意思呢 可能某一年赚很多 可是某一年又不稳 今年赚一百万 明年赚十万 如果我今天选择一个慈善机构 我说我今年捐百分之多给你 那你今年很高兴 明年我只有十万 我不想捐的时候 那你又饿死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有没有任何一项东西 像一个水库一样 可以做调节的 怎么讲呢 我今年需要捐赠的时候 需要多抵税额的时候 我可以把钱多放一点进去 当年就可以抵税了 然后在里面还可以投资 那赚的钱 当然这个钱不能拿回来的 是属于慈善机构的 然后呢 这里面的钱 我还可以告诉说 谁来帮我manage这个钱 然后每一年 看着我的需要和我的想法 我可以捐 选一个慈善机构 我来捐给他 捐百分之多少 这样给他的话 是不是做一个很好的调节了 是 对 当你需要一点大的事情 就是说 我现在或者说 我每年存一点 存到里面去 将来一笔钱出来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点大的事情 有些人说 我每年存一点 将来我教会要建堂的时候 我可以一笔过去了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不可能能指望 就是说 我今年某一年赚了很多钱 我再来做这个事 是 那可能赚了很多钱那一年 可能没有这个需要 可是没有赚钱的时候 有这个需要了 确实是 那需要是一个水库 像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就叫Donner Advice Fund 可以做了调节 Donner Advice Fund 可以做调节了 那一般的话 像Fedalty 啦 Swap 都有这一类的 但是 但他们只能放股票跟现金 那我们常常 我们合作的一些 Donner Advice Fund的话 它里面还可以放 什么公司的股份啦 房地产啦 Life Insurance Policy都可以 所以呢 更有弹性更多了 所以我们的角色 就告诉人家说 那Donner Advice Fund 应该怎么做 你适合什么样的人 像我自己也就开了一个 Donner Advice Fund 一万块钱就可以开始了 然后呢 我就今年赚 我想多提一点 所以我就多放一点钱进去了 可以做一个水库 那资产再高一点的人的话 比如说你有好几千 上一亿美金 或更多的话 你说 尤其像Bill Gates 这样的人的话 是不是说 那他们考虑的 还出来一个回报 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 他的钱大概 一二十代花不完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每一代都要打遗产税的话 是不是 当然遗产税本质在美国是好事 要平均财富嘛 不要让富人永远富 穷人永远穷嘛 所以他用遗产税来平均财富嘛 可是呢 对他真的有钱人来说 那每一年都 每一代过世都拔一次皮 是 那是不是抽得很凶了 是 那怎么样的情形 可以世世代代呢 所以像Bill Gates 他们呢 就是 他捐了钱到他的 Foundation去的 Private Foundation 因为Private Foundation 适合现金或 Public Trade Company的股票 可以放进去的话 他可以用Market Value 做抵达 什么意思呢 我捐了四百个亿 进到我的Private Foundation的话 未来一辈子 我有四百个亿 所得税减免额了 我先拿所得税 每一年可以用一部分 等于我的一部分 所得冲掉了 可以冲到四百亿位置 所以对 马上有没有 所得税的好处 有 第二个 这里面基金会 因为属于是慈善机构 它里面再去投资的话 它税上还有一定的好处 最大的一个重点在哪里 最大一个重点是说 当这个基金会呢 人会死 基金会不会死 所以呢 当基金会 是不是可以 世世代代的传承了 是 所以那你还会不会 在每一世代被剥皮了 不会了 不会剥皮了 那如果 但基金会有限制 有 每一年你要把你的基金会的投资 资产的百分之五要捐出去 那捐出去了以后呢 那你想想看 但如果你回报超过这个呢 尤其你找有 professional来帮你manager 是不是回报不更好呢 当你的回报超过五个percent 或者留了不少的时候 除了你的一般开销以外 你的子子孙孙 你还可以在里面挂理事的 每年拿钱 所以呢 我们就想 洛克菲勒已经到现在第四代 第五代了 已经有四百多个子孙 每个子孙呢 在里面挂理事 一年听说可以领三十多万 就是因为他是他的子孙了 传承下去了 传承下去了 所以呢 没有了没有 然后呢 对charity好不好 然后对子孙好不好 所以 然后遗产税不用打 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不会做到 诗其实不见得比 诗差的 可能还可以做到更好的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决定 美国有这些制度 只是大家还不是那么了解 什么时候该做 怎么样的搭配的时候 所以我们很想去跟大家讲说 在不同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的话 可以能够达到 你所需要的东西 再开一个玩笑话来讲说 我们通常做了父母以后 儿女将来记不记得我们 记得 孙子孙女呢 还记得一点 再下去呢 再往下就很难讲了 可是如果六代七代的子孙 还在拿我钱呢 一定会 因为我的高高增祖父 他所做的一些事 让我们到现在手里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能够就是说 对捐的人也好 对收的人都好 那所以呢 这些事情 我准备大概在明年初开始 我就在各地想要做一些 慈善捐助的演讲 告诉大家说 每一个人适合做什么样的情形 而且慈善捐助呢 除了在所得税的减免上以外 他在遗产规划里面 也是其实很大的一块了 为什么 你慈善规划除了给孩子以后 你还要想做什么 你还想做什么的安排 对不对 还有呢 在你心中 我们常常讲的话 我常常听到一句话 能够在 我们对有钱的 做得成功的企业家的话 我看了一句话 很感动 他说 在你这一辈子说 你的生意 除了你的努力以外 请问你有没有接受 觉得你受到一些 慈善 如果有的话 你需不需要 把你的慈善转给别人 回馈给社会 回馈给社会 如果愿意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你 哪些方法可以做 是是 这就是慈善捐助最大的好处 是是 那么其实谈到这里的话 可能我们很多 这个华人朋友 想要初次的来尝试 做一些慈善捐助 那么在慈善捐助方面 应该没有一些 相关的规定 是不是 基本上没有罪低额 没有罪低额 其实你真的来讲 你今天来讲 不管你平常在教会 或在你其他的机构里面 做的任何 donation的话 其实你哪怕一个月 一百块钱 一年一百块钱 也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只是 然后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有些资产多一点 会有不同的规划的时候 还有你是不是说 希望你所有的钱 都捐给你现在的教会 或者你现在的机构 可是万一你改变心意了 你可不可以再改变 那你说捐的钱 现在先放在哪里 多的钱先放在哪里 除了你该捐的以后 多的钱放在哪里 将来你可以按照 像水库一样做调节 这些的方式的话 那就可以 那可能就是要变成一些规划了 这就是慈善卷助规划的由来了 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胡先生 跟我们分享 众多好的资讯 那同时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通知时间再见 好再见 天天话题 财经专烂有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